高雄发生了五月有一起窃案 一名古董商收藏家呢 四年前从香港买货的陈陈波的画作 市价大约是三千万 但是呢却被熟知价值的小偷给偷走了 到目前为止 警方虽然已经知道嫌犯长什么模样 却还是找不到人 家属也另外拿出了二十万的悬赏金 希望全民一起来抓小偷 趁着雨伞在马路旁边买早餐 他就是涉嫌偷走价值三千万 陈陈波名画的嫌犯 发生在五月底的这起窃案 警方调阅监视器 终于知道嫌犯长什么样子 但是嫌犯开的车子没有悬挂车牌 车尾也用脚踏车遮挡 经过巷子扬长而去 是最后一个影像 警方清查全台湾一万多台 同车型的汽车 还是一无所获 家属干脆拿出二十万悬赏 发现了可疑的对象 大约年约三十岁 他的影像也非常的清楚 那现在被害人 这些热心的亲友 希望以悬赏二十万奖金的方式 请民众提供现手 嫌犯熟知地形 进到房子里偷走 沉沉坡的画作 收藏的古董商 四年前从香港拍卖会买回来 却被熟知价值的小偷偷走 只希望多了悬赏金 全民一起救小偷 记者谢嘉玲 高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